俄总统普京近日在莫斯科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 俄军已成功测试了波塞东核动力鱼雷在内的新型武器 并正在为海军装备速度9马赫的高10高超音速导弹 在讲话中 普京措辞严厉的警告 如果美国胆敢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 俄罗斯将被迫采取报复行动 而报复对象不仅有那些欧洲国家 还包括美国的决策中心 毫不夸张地说 一年一度的国情资本已经成为了普京 展示俄罗斯力量与决心的舞台 那么 俄方将美国决策中心纳入报复目标 反映出怎样的战略考量 再度祭出的核动力鱼雷究竟威力几何 频频以大杀气世人的俄罗斯又面临哪些困境 今天 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 房冰 秦真 杜文龙为您深入解答 2月20号 俄总统普京在莫斯科 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年度国情资本 今年的国情资本演讲延续了普京一贯的强硬姿态 在谈及美俄关系时 普京抨击了美国对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的虚假指控 称美方退约的真实目的是为摆脱条约限制 开发并部署新型中程导弹 普京强调俄方无意与作为全球强国的美国进行对抗 但如果美国继续执行具有破坏性和明显错误的政策 并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 俄罗斯将被迫制造和部署各类武器 这些武器不仅能打击对俄本土构成直接威胁的欧洲目标 还可以攻击美国的决策中心 在随后的演讲中普京向人们介绍了一款俄军很有前途的新产品 高时高超音速导弹 这款导弹由军舰或潜艇搭载 飞行速度9马克射程超过1000公里 能够在攻海上打击对方的海上和地面目标 2月24号 俄罗斯媒体公布了可能被高时导弹纳入打击目标的美国五大决策中心 其中位于东海岸的由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 美国总统的度假地兼政府指挥所戴维营 以及马里兰州里其保的国家预备军事指挥中心 位于西海岸的有负责指挥战略进攻部队的麦克莱伦基地 和位于吉姆克里克的美国核力量指挥所 俄媒列举的美国角色中心几乎都是美军的要害设施 将这些设施列为高时导弹的打击对象 这是一种舆论上的心理战 还是俄方确实有能力采取这样的行动 美国间会不会重演古巴导弹危机呢 陆老师 把美国本土的重要目标列入高时导弹的打击范围 既是威慑也是实战标准 从目前看对美国本土的攻击行动 俄罗斯开创了新的模式 像之前都是弹道导弹惯性载入 这样各种防御体系对它有很好的侦察预警和拉击能力 如果在对方近海用超高声速武器去攻击 对方无法发现无法拦截 对美国本土的威慑能力打击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面对美国所谓大国战略的逐渐加重 用这种武器装备对本土目标和欧洲的主要指挥中心进行打击 显示了俄罗斯另外一种斩首功能 如果用这种根本无法防范的武器装备 对重要的指挥中心角色中心进行打击 对于美国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将会同步上升 除了高时导弹外 可以用于摧毁美国东西海岸角色中心的 还有另外一款大杀器 那就是波赛东和玉雷 俄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 去年国情咨文中提到的多款武器系统 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 其中波赛东和玉雷已成功通过水下测试 随后俄国防部公布了一段40秒的视频 展示了波赛东和玉雷水下发射的罕见镜头 据悉波赛东和玉雷最早在2015年 疑似遭俄方故意泄密 当时俄电视台在节目中播出了一名高层军官 查看军事文件的画面 尽管画面只有短短几秒 但可以看到文件中 有新型核玉雷系统的图片和文字描述 从画面中得知 该玉雷名为状态6 直径1.6米 长度达到24米 由小型核反应堆驱动 能在1000米深的海底 以56节约185公里的时速高速航行 理论航程近乎无限 战斗部则采用大当量的核弹头 主要用来摧毁敌方航母战斗群 或跨洋打击对手的沿海地区 2018年状态6玉雷被普京亲自证实 并以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赛东命名 由于该玉雷的尺寸比普通玉雷大出数倍 因此需要建造专用的特种舰艇 目前外界推测 经过改进的949A型核潜艇 比尔格罗德号 和新建的09851型核潜艇 哈巴罗夫斯克号 可能会成为波赛东核玉雷的运载平台 其中哈巴罗夫斯克号最多能携带6枚 根据俄媒披露 俄军最终可能会装备32枚波赛东核玉雷 其中16枚部署北方舰队 以欧洲 加拿大和美国东海岸为目标 另外16枚部署在太平洋舰队 主要以日本 美国西海岸为目标 俄军的海底大杀器波赛东核玉雷又露面了 杜老师 这款武器将在美俄新一轮较量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波赛东核玉雷将会打破美国与俄罗斯的核军事 因为这种武器装备是美国无法防御的一种装备 采取双核动力 采取核战斗部 如果核潜艇核动力再加上核战斗部 对美国本土进行打击 实现水下的洲际航行 这是美国人无法发现 无法拦截的一种核打击方式 你像之前三段多层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防的都是核导弹 特别是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的攻击 但对于核鱼雷的预警侦察能力相对薄弱 如果在美国根本无法设防的水下 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 对于强化俄罗斯的战略核威尚能力 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从目前去分析 这种高低结核 快慢结核的方式 将会让俄罗斯在新一轮的核竞赛中占据优势 而国防工业人士透露 波塞通核鱼雷搭载的是一枚当量200万吨TNT的核弹头 如果该鱼雷在对方沿岸引爆 会引发巨大的人造海啸 将给对方沿海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 对于水下核武器的威力 人们可以通过历史影像获得直观感受 1946年7月 美国在比基尼环礁 进行了一次代号贝克的水下核试验 试验当量只有波塞通鱼雷的1% 也就是2万吨 然而这次试验产生的恐怖景象 让所有人心有余悸 当贝克核弹在水下50米处引爆后 大约200万吨的海水和泥沙 被迅速卷入空中 形成一个直插云霄的巨大水柱 水柱高达2000米 直径600米 这一恐怖却有壮观的景象 令在场试验人员终身难忘 贝克引爆后 位于爆心中央的一艘登陆舰被瞬间气化 另有9艘靶船沉没 几乎所有参与测试的动物 都当场死于核爆的冲击波和辐射 可想而知 威力比贝克核弹还要大上100倍的 波赛通核鱼雷 将会产生何种后果 俄罗斯频频以核鱼雷这样的大杀器回击美方 有人认为这类武器难有用武之地 黄老师 这些武器究竟敢不敢用 能不能用 我觉得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我觉得俩说的 它也有用也没用 说没用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些东西 你别觉得鱼雷它是战术武器 这老人家是个核鱼雷 你一般的鱼雷哪敢玩核弹头 我就有核弹头 而且我打的 你不要以为我打的光是你的军舰的航母编队 我直接可以打你的海岸 打海岸是什么 我打沙子吗 对 我就打你的海岸 我就打你的沙子 大家知道 我一旦在美国的东海岸或者西海岸 我打你几枚这种远程的波赛东 这种核鱼雷过去 那是要造成巨大的海啸的 那种巨大的海啸 大家在很多灾难片里 我想都看过吧 我们不需要描述吧 那种巨大的海啸 对于沿海地区的 美国东海岸也好 西海岸也好 大家想想看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横扫 前军如卷席的这样一种感觉 再有一个 我会造成巨大的核污染 那恐怕不是说几年几十年可以消除的 如果真使用的话 老实讲 美国本土的东西海岸 肯定会遭到一波巨大的海啸席卷之后 几乎可以变成 由于长期的核辐射的存在 变成一个无人区 所以我们说这东西真的是不能用 但反过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就是吓唬人的 我就是威慑你 告诉你 你不要拿那些东西来威胁我 否则 我有的是手段来对付你 你可以把中导放在我门口 我不一定同样造那么多中导 我去威胁你 我们刚才说了 这普京在国庆资本中讲得很清楚 对等但不对称 所谓不对称 就这种套路 你用中导我威胁我本土 我可以用核一来威胁你的本土 所以你说这东西有没有用 我觉得既有用也没用 看你怎么说了 对吧